先醒来看 来自中国目前在南加州的两名初中同学 联手出征东森电视意志节目金头脑 没想到他们却遭遇了三个强棒 他们是三位回锅的参赞者 组成了同学会来挑战 这你真我多到底谁会是最大赢家 这个周末金头脑第六集的节目精彩片段 抢先看 我们两个是初中同学 就认识将近有20年了 真的 对 然后初中毕业以后 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是 就是特别巧合 财经哥和周鸿杰十多年 初中好同学 两人联手参加金头脑 其实他们失联多年 可是天涯海角有多大多远 总是无法阻挡他们的重逢 其实我之前跟他已经失联很久了 结果我来美国第一次 失联失联 初中同学其预计闯荡金头脑 能够一路顺风吗 勇夺一千美元的奖金 恐怕要过其他世主参赛者 很巧的 居然三组参赛者当中 各有一人是回锅参加金头脑 去年也是跟前面这两位 参加同一集 同一集的 金头脑 所以真的很有缘分 又在这边又相聚了 我们刚才在外面拍照 好像同学会 金头脑同学会 庆祝诞生无奇不有的 还有金菜美女 来头不简单 刚从乔治亚州 搬来兰加州 拍电影 他在行 你跟星际大战 有一点小关系 对对对 他们上个礼拜 刚刚结束了 2015年的那个 星战庆典 超级的厉害 然后呢 我受到卢卡斯电影节的邀请 然后去拍了 他们的全程纪录片 金头脑花絮多 最好玩的 还是三大丹云的大对决 金头脑第六集 强力登场 初中同学联手 还是金头脑同学会 立大功 抢下一千美元的奖金 答案就在五月三十号 星期六晚上八点 超市六十二点六台 以及晚上九点 超级台与美东台 而星期天晚上八点 在东森新闻台首播的 金头脑节目 金头脑 奖金的 有本事 你来的 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告